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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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湖北省武汉市最繁华的一个地方 叫护布巷 每一天这里人来人往 人们会发现有白发苍苍的老人 在迫不得已的乞讨为生 他们或者因为生活所迫 或者因为家庭的原因 每天要在垃圾桶里边捡着别人扔掉的食物 这样来度过一天一天 在匆匆的行人们的眼中 像这样的老人再平凡不过了 往往被人们视而不见 但是人们可曾想过 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们一定也有自己的家人 也有自己的儿女 也有自己的子孙 而这些家人 儿女 子孙又去了哪里呢 他们的家人 为什么不管自己的老人呢 为什么不去找一找 自己的长辈 自己的父母 他们在哪里 他们的家人和子女儿孙 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老人 正过着这种凄惨的日子 而在每一天 像这样的老人 他们又能够要到几个钱呢 在2010年的6月 武汉 我们发现了这位老人 他告诉给我们许多情况 他说 在这个繁华的街头的 这个角落 就是他每一天晚上睡觉的地方 可以说 这里 就是他的家 又到了夜幕低垂的时候 老人很累了 他就这样坐在这里 不知道是否想过 人都有一生 为什么会命运如此的不同 老人家 你每天都要这样走 这样走下去 要走到哪里呢 白发苍苍的老人们 可曾想过 人的命运 为什么会如此的不同 各位来宾 各位富老乡亲 上午好 好 慢一点啊 各位观众 这位老人家呢 今年已经80岁了 他是从武汉赶过来 来 你老慢一点啊 好 我们大家来看啊 这是老人家全部的家当 在垃圾池里边呢 这个真的是啊 连这个捡垃圾的都不会要啊 那么我们看这些都是啊 大家扔掉的 在老人家这是用来喝水用的 那么 这个 这是老人家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纪录片里边呢 这是老人家用来啊 要零钱的那个碗 另外老人家身上的衣服 非常的单薄 我们看到啊 这个 在武汉 在这个街头啊 他 在那个地方 非常寒冷的地方啊 要在那度过呀 一年又一年 那么这一次呢 老人家能够来到我们广东啊 是我们前不久在湖北武汉 啊 举办论坛的时候啊 我们在街上偶然遇到的 啊 那么见到老人家呢 我就问了几个问题 就是刚才大家在纪录片上 我们拍摄到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采访 啊 首先问一下啊 老人家 这个 你老人家今年已经八十岁了 你老是哪里人呢 我是啊 福伯省武汉市武昌区 福伯汉附近的一个 讨奇的老头 为什么讨奇呢 因为我想 上博军去找我的老同事 解决这个汉林的问题 三个字 习不能解决 习不能解决 那个川不能解决 啊 总统我无法破想 我就站起这个碗 向大家要 不是向大家要 是吧 我就站在碗 坐在那个那个 街上 你不要搁 你这搁 你不搁 我也不找你要 是吧 不找你要 是吧 因为我想搞一张车票 要一张车票的钱 上博军找我的老同事 老人家想要一张这个车票钱 到北京去找他的老同事 老朋友 因为他已经这个流落街头啊 变成了一个乞丐老人了 那么老人家在乞讨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问这个问题了 我们先问一下 您老原来在什么地方工作呀 原来我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作 武汉重型机床厂 重型机床厂工作 这个厂是收敛帮助的 151号重要工程之一 有武缸 武中 武权 武国 武眠 武车 这几个楼厂 一个加上一个武汉大学 这楼厂一校 这是湖北省 武汉市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先说 再一个的话 出这一次重要的工程 重大的工程 这个我们问一下 您老年轻的时候是做什么工作呀 在这个武汉重型机械厂 机床厂 我是个堂工 堂工 堂床的 德国的堂床的 就是那个车床啊 机床啊 他是做堂工的 那个您老原来在哪里学习过呀 在苏联 还到苏联去学习过 在苏联帮助的 因为是苏联帮助我们中国的这个一波五十一行建设 就是很有作为的这么一个技术 技术工人 那么技术员 那么后来您参加过哪些工程啊 不做吧 这个重要的发电机轴 这个这个资金的话是十楼米 飞了个机床 车 才能够这个电机车就能够装上去 再一个是黄河楼 重要的一个这个工程 一些重要的工程都缺乏不了这个重型竞争场 顶着是青铜铸的 现在几十吨 青铜铸的几十吨 几十吨 这个这个要求不高 它垂直性要求高 就是垂直 我们这个头发是八道 它要求垂直到八道 这个这个工程里面 不要这个堂上干 刚才讲到啊 就是一些大型的工程啊 它都参加过建设 大家如果去过武汉参观黄鹤楼 看到那黄鹤楼上面有一个铜顶啊 铜铸造的 那个呢 就是当年他们呢 武汉重型机床厂 它带着几位技术工人呢 我们是带着八个人 八个人 都是大学生 都是大学生 有七七二十大学的 有沈阳大学的 有上海大学的 有武汉大学的 有这个沈阳大学的 走直起来有个小轴 包括我在内 就是您带头啊 他把那个黄鹤楼那个铜顶啊 做好的 都是当年这个老人家啊 他参加制作的这些工程 那个时候 您老多大年岁啊 这还是青壮年的时候 青壮年的时候 青壮年的时候 我记得青壮 我们不知道 干着黄鹤楼的帽子 您老在年轻的时候啊 要技术有技术 要学习的经历 要这些都有 而且还在苏联学习过 那么您当初啊 走在街上 您一定也看到过 乞讨的老人 是吧 看到过这些要饭的老人 您是不是做梦 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的晚年啊 会沦落到这一步 我是的 我这个这个想起来啊 自己蛮惭愧 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有种种原因 从来没有想到过 从来没有想到过 自己想到自己啊 您家人呢 就是您的 您有几个孩子啊 您的老伴呢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讲 一个概讨一下子 我是两个孩子 一个一个李之花 都是都是冤家 到时候还是蛮好的 为什么呢 由于我没受到教育 没有不懂教育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是吧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是女儿是老大是吧 女儿是老大 多大年岁了现在得有 文化大革命去世的 去生的 他只有四十多岁了 刚开始的他还是蛮好的 是个党员 还是个小干部 四五十岁了 由于这个 我们陈老师讲的话 由于量变到质变 他参加了赌博 睡了不少钱 现在不知道跑哪去的 我也找不到 您的女儿参加赌博 赌钱 输了很多钱是吧 现在人呢 也不知道到哪去的 找不到 人跑了 不跑哪去的 找不到 这个老人家的女儿啊 四五十岁 我们刚才听到了 把父亲抛弃了 自己跑了 因为他赌钱 那么您的儿子呢 儿子是这样的 他没有真实职业 他种的拿不起 心里他还不想拿 你去到这儿 有所好钱 东上西上 这也不怪他 这怪我自己 没有教育好 有句老话 养日不教 父子过 养日不教 是两错 所以现在回想 我对他 对他 就是您的意思 就是说 您的这个儿子呀 有手好闲 没有工作 也不能养您 把您抛弃了 那么您这个老伴呢 老伴根本上说的 他们连他的名字都写不上 不知道 这么教育 也不是现在 我也不清光 也不知道 连自己的名字 都不会写 现在这个人 也不知去向了 找不到 刚才这个老人家 他讲了一句话 应该是他们 湖北的土话 叫养儿不教 是爹错 这爸爸错了 养女不教 是娘错 是吧 就等于说 是他妈妈 就是您的老伴 也不会教育 那么您呢 是怎么教育 这两个孩子的呢 他怎么这么个 对您这样的态度 我是这样想 因为我不懂教育 我的教育方法 千万不要说我的 我是抽暴 简单 放弃打的行事 所以应对教育 这方面是违背 背道如此的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 自己的话 就是教育方面 非常失误 也非常失手 也对不起 我的两个小孩 也不知道 怎么去向 现在我一无穿 日无前 三老了 没办法 扭落盖头 扭落街头 我问您啊 就是您当初 怎么教育孩子的 就是粗暴打骂是吧 粗暴打骂 放弃 不管 最后就索性管不了 就不管了 管不了 就没办法了 随他怎么放人自留 随他放人自留就去了 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在采访当中呢 了解到啊 这个老人家后来呢 不在这个武汉 重型机床厂了 后来换了单位了 是吧 换单位 掉出来了 掉出来了 后来呢 这个老人家啊 他到了这个退休的时候啊 因为咱们国家有这个低保 最低保障 还有社保啊 种种的这些待遇和保障啊 他的这两个孩子和他的家人呢 对他特别的 尤其两个孩子啊 对老人特别恶劣啊 这些钱呢 有可能就落到了孩子手里 不给自己的爸爸 然后把自己的父亲呢 赶出家门 那么老人家 在一个小区里面呢 搭了一个毛棚 就是这些行李 最后呢 因为这个小区要整顿这个 整顿市容啊 就把这个毛棚给拆了 拆了之后 老人家什么都没有了 穿着这个单衣啊 流落街头 现在都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那么我们问一下 你老人家 这个 冬天呢 怎么过呀 在这个 这个街头啊 那么冷 冬天是这样的 做这个银行门头 背签没有 穿也没有 做都没有 就是睡在这个 报纸店在地上 这个就靠这个 靠这个铁 靠这个银行 这个墙边上 冬天没有办法 实在是没有办法以后呢 我就起来 还懂得一些 模式的这个程序 把自己搞得 这个热起来以后 再给做了 所以做也不行 钻也不行 太冷了 太冷了 喊天不应 喊地不应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这老人家刚才讲了 那么我们 我们在这个采访中 老人家还跟我们讲 当年他在 武汉重型机械厂的时候啊 他有一个同事 这位同事呢 六十年代跟他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都是在同一个班族里边的 技术工人 都是技术员 现在那位同事呢 已经在北京啊 做了中央领导 年龄比他大 三岁 八十三岁了 我们就问老人家 人生怎么这么不同啊 老人家很感慨 他说 人家是有德行的人啊 一个八十多岁 当了领导人 我这个人八十岁 街头乞丐呀 大家看看 同样当年 三四十岁的技术工人 晚年是这么不同 我们再来问老人家 一个问题 在武汉的街头啊 如果您的这两个孩子 大女儿也好 二儿子也好 如果遇到您的话 第一个能不能认识您 第二个 他们会对您怎么样 我是这样想的 也可能能够看到我以后 因为我现在的话 脑子没有用的 没有钱 没有传 也可能能搞道路走 绕道走啊 绕道路走 也可能的话 那个认识我 了解我 现在话说不准 说不准 您觉得您怎么 一无权二无钱是吧 他们就不养您 他不会 不会那个 那个水平 他不会要我去 现在还学不准 这个事 我们听到这位老人家所讲 这两个孩子 头一个还是还是党员 还是干部啊 他那个女儿啊 如果要是在街上遇到他 有可能会绕道走 再有一个老人家 多次跟我们讲 现在我老了 一无权 二无钱 人还老了 谁会要我呢 这两个孩子 就把爸爸 就这样给抛弃了 我们在 武汉街头 遇到这位老人家的时候 我们特别感慨 我们就说呀 这个老人家 如果没有人养 我们来养他 这个弟子规里面 讲了一句话 叫 是诸父如是父 是诸兄如是兄啊 就是别人的爸爸 跟自己的爸爸 是一样的呀 你可不能说 别人的老人 跟自己没关系 那不是这样的 弟子规不是这么教的 有的人跟我们 说了什么话呢 你们不要管这些 这些人是垃圾 你看看 有的人说出 这种没有人味的话 说什么呢 说这些老人呢 这些乞丐老人呢 他们是一个 城市的耻辱 我说你呀 你错了 为什么呢 老人多悲惨呢 八十岁了 被他的孩子抛弃了 沦落街头 凄惨的晚年 我们还要对 这些老人说 你们是城市的垃圾 你们是城市的可耻 老人有什么可耻的呢 抛弃老人 抛弃父母的人才可耻啊 我们这个 如果 如果说我们人心都改变了 直到孝顺父母了 我们今天做这个采访 为什么千里迢迢 把老人家 请从武汉 请到这个地方来 请到我们全国各地 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意思 各位 我也听说了 我们广东 有些地区呀 养孩子 生的很多 但是呢 不去教他 一定要记住 老人家这句话 老人家八十岁 沦落街头啊 他是过来人 他讲了一句话 养儿不叫 父之过呀 养女不叫 娘之错呀 如果说 你把这个孩子 养大了 但是你不去教他 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你能免得了这个 这样的悲惨的晚年吗 你能说 你能说我的晚年 就不走到这一步吗 各位 这个问题 我们要问自己啊 再有 你说你现在有技术 老人家也有技术 到苏联留过学 学过技术 他做梦也没想到 晚年会走到这一步 那我们今天再问问自己啊 我们今天教育孩子吗 我们这些年轻人 你不孝顺父母 你的父母将来有可能 也会是这样的一步啊 也会是这样的晚年啊 这是真实的例子 这是生活当中 活生生悲惨的人生啊 各位 我们不能当故事听啊 教育太重要了 有钱不管用啊 所以说我们明白了这个 你那个孩子不教 就赌博了 没钱把父母一抛弃啊 大家看到了 这个老人家 多么悲惨啊 我们在这个武汉论坛的时候 下边很多观众写条子呀 送钱呢 说要把老人就领走啊 非常幸运的是啊 武汉市有一个安养院 一看到老人 马上就把他领走了 所以说老人家 八十岁以后 遇到了学传统文化的人 以后他就可以在安养院 安度晚年了 大家不要担心啊 我们就是觉得呀 有的观众给我们拿来钱 说要给老人家 送给他一千块钱 多少钱 我们就跟人家讲 你把这个钱给这一个老人 只能救一个人啊 我们看看今天全世界 社会上很多沦落街头的老人 被子女抛弃 尤其在农村的 不赡养自己的父母 只管自己吃喝玩乐 自私自利 父母死活 跟他有什么关系 大家想一想 我们怎么救天下的这些 凄惨的老人们呢 唯一的方法 就是你把这个钱呢 不要给这个老人 你做什么呢 传统文化论坛的光盘 在千家万户去发 那些子女孩子们 一看到这个盘 他良心发现了 他人性恢复了 他变得有人味了 那街上的老人 就不再出现了吗 这不就得救了吗 我们大家 我们大家就知道啊 要想这个社会和谐 汕头和谐 广东和谐 他的意义何在呢 是教育大众 让每一个人恢复人性啊 你得像个儿子啊 你得像个女儿啊 你可不能不干人事啊 今天一点 明天忤逆 后天骂父母 量变到质变 这老人家讲啊 真的是这样 最后就把你抛弃啊 七十多岁 抛弃掉了 所以在采访的最后啊 我们再请老人家 给大家呢 一两句忠告啊 哎 我这个时间记得很清楚 是6月3号到4号 这是我历史的转折点 关键时候 我那时候的话呢 还不知道 这个陈老师啊 到底是什么人 我就考察 研究 最后把这个陈老师啊 陈老师的话就把我带了 这个学子的位 说中华民俗传统文化 我就想到 地址 就是个说地址 我学习的地方 我难道不好好地学习吗 融合着 有一句老话 一生一世不容易 千万不能夥活 我看了这个陈老师啊 我知道 他是满脑子 中外的这个科学知识 讲起来 听起来 很训言 很训语 我非常啊 对他也非常沉重 他把我带这个地方来 以我的命运来改变了 一个是生命 有哪些忠告啊 我教孩子两面 千万不要学习 我这个方法 简单抽泡 放弃 一定要做表习 表习作用 父母 是孩子的 这个活的教师 活的这个讲师 活的这个导师 你不答应他 他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不理解 什么也不懂得 最后一句 就是中华人 都切派 扛起 学习力 红起来 完了 谢谢 我们大家看到啊 这个古圣先贤的教导 太好了 真的是啊 哎 这个武汉街头 少了一位乞丐老人 传统文化的这个讲堂上 又多了一位八十岁的老师啊 这多好啊 是吧 我们感恩老人家 谢谢 快一点 快一点 好 这些东西啊 我们一直都没有给老人家扔掉 从这边走 这个老人家这个衣服啊 上台之前呢 就要换上原来这身衣服 这是现在成了教学工具了 成了道具了 学好弟子贵 做好中国人 这个女儿啊 是个党员 还是个领导干部 怎么样呢 喜欢打麻将 喜欢赌博 赌到最后 我据说输了几十万 到处躲债 到最后呢 这个大女儿 把自己的爸爸赶出家门 中间实在是东间难受 用这报纸 两张报纸 天地盖就知道 就涂了 冬天没有办法想 其他成问题 其他成问题 冬天的时候啊 他没有被子 棉被棉衣都没有 就在马路上 就在马路上啊 睡觉 下面呢 两张报纸 当被子 当这个褥子 上面再盖两张报纸 这么过来 快三年了 我们大家就很感慨啊 你老人家这个家里的两个孩子 您怎么教育的呢 他怎么就把您给赶出家门呢 您当年怎么教育他们呢 我跟大家讲一讲 现在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 通过老师的教育 我悔恨自己 对我的孩子不负责任 没有教育好 这是我的重大责任 也不怪他 只怪我自己 教育方法不对 采取打骂的方式 采取啊 这个不管闲的方式 这是不对的 打骂 您一开始对孩子就是打骂是吧 粗暴的打骂是吧 给他讲道理吗 打到他不听 不听我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我说您给他们讲道理吗 我不跟他讲道理 不懂 教育方法不懂 所以采取严谨的方法 就是粗暴的打骂 那如果孩子们要不听的话呢 他不听也没有办法 他也不听 不听我也没有办法采取 放任自流 放任自流 就不管他 谁他怎么搞 就是一种不服劫 随他去了 每一个人的命运 他做梦都没想到 七八十岁会要饭的 老人家见我 说的第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 他说我想死也死不了 我听到这个话 我都觉得 太让人伤心了 这个人一生 怎么会这么的失败 怎么会这么悲惨 什么原因呢 老人一句话 把他讲清楚了 学了传统话 这老人家听了几场论坛听明白了 不懂教育 不会做爸爸 不会做妈妈 所以我们第一天论坛跟大家讲 你会做人吗 怎么会做呢 头一个会做爸爸 会做妈妈吗 会做儿子 会做女儿吗 不会了 不会做 灾难就来了 你有钱 你从哪 你从苏联 你从哪回来 都不管用啊 所以他做梦 我们今天很多人 我们大家听这个汇报 要受教育 要受教育 不是来看 听故事的 那就错了 我们大家听了之后就要想 我自己的孩子怎么样 是不是好吃的 他先想自己 好穿的先想自己 父母 长辈他不管 如果是的话 那你要小心 所以我们把这个汇报 给大家讲的时候 武汉论坛 现场有观众啊 捐款 要给老人家 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 我们说老人家不用钱了 他在养老院度过了 现在是衣食无忧了 那么 他说我们想做点好事啊 拿这一千两千 怎么办呢 这个钱呢 我说 你们把这个钱呢 大量的 找主办方 大量的来复制啊 这个论坛的光盘 让天下人 尤其是学生 今天的年轻人 让他看看我们这个采访 让他从小知道 作为儿女 不懂得孝顺 长辈 自己的父母将来 就是这个下场 做长辈的 看完我们这个论坛 听完这个采访 他就懂得 人不会做了 教育不懂得了 你有再多的钱 再有地位 你将来的下场 跟这个老人家 很可能是一样的 所以你把这个论坛 给他看 就等于是 把这个光盘呢 把这个论坛 带到他家里了 这一套盘 我听说才五块钱 我说你这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 做多少光盘 救多少家庭 那真正是 那真正是 你这样做了 你想一想 那个街头 要饭的老人 会越来越少啊 你这不就是救人了吗 这就是大好事啊 所以多做这个光盘啊 我现在呼吁 这个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归根结底 还是你们的 你们的热情很高 今天把这种热情 带到 这些子弟规方面来 子弟规里面 弟子规叫我们 做 我也看了几遍 这个 又用我的文化学兵 满地 也不知道 看了好多片手 主要是 这个弟子规 叫我们做人 做什么样的人 做有道德的人 做一个 有利于人民的人 有利于社会的人 有利于国家的人 是我们 做一个活国的 中国人 中国大家知道 中国人是了不起的 现在是活平大体 大家如果注意一下子 活平大体 靠中国人扛来的 没有中国人到场 他什么事也办不成 这是我的体会 谢谢 从这段时间的教育 是我懂得了 亲生活来 社会活来 家庭活来 我们一定能够达到 如果达不到 我经常要讲 想想要讲 像我们的老师 说些 排水一切碰难 讲解 各种 不乱反正 好好地 先远 中国的传统文化 好好地 说些 他的这种精神 他飞起忙 大家都看到了 各样上台 讲 刀剧讲 谢谢 谢谢老人 谢谢 这个老人家 现在呀 他每一天 在房间里边 这个写书法 然后读书 做笔记 开始重新的 学习传统文化 老人家讲 快八十岁的人了 他要重新的 开始自己的人生 他一直在 希望大家能够 多学习传统文化 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只有把教育做好 这个人生幸福 才能实现 所以你看 命运真的可以改变 这个武汉街头 又少了一个 要饭的老人 传统文化讲台上 又多了一个老师 你看这都是好事 我们大家 如果有家里人不相信 说传统文化能改变人的命运 你就给他看这个光盘 给他讲这个事情 真的 谁遇到传统文化 命运都能改 这个老人家 你看 讨饭的老人 现在出去做报告 都是奔驰车接送 那个命运完全不一样 真的 所以很多人不相信 不相信传统文化 能改变人生 你看 这就是个例证吗 这老人家现在身体 越来越好 这些过去讨饭用的 这些衣服 还有这些行李 我们都给他保留着 这个给他洗得很干净 每次上台都 他变成了教学的工具了 好 给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与一 再见 好 慢一点 好 好 我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不在乎他 深深地凝望闭闭你的眼 不需要更多的预言 紧紧地握住你的手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我们同欢乐 我们同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不风雨 我们不追求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无论你我可曾小心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地为你祝愿 祝愿你幸福平衡 我们不欢乐 我们不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不风雨 我们不追求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无论你我可曾相识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地为你祝愿 祝愿你幸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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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颗心永远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不在不当 清新 不需要更多地喧ulle 与你IR 我 nord狀心永远 魂纤变 dich 地握住你的手 我欣赌你 和你 讨厌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